4日欧盟大转弯 强烈建议欧盟成员国 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衰减 防范中国爆发的COVID-19疫情进入欧洲 各国高层也对中国的疫情表达担忧 但是在中国的情况下是很惦罚的 因此我承认了准备 我承认了准备决策决策 为了控制中国的旅客进行衰减 你现在在台湾访问的情况下 我认为我们必须决定 我们必须决定的计划 如果你从中国航出 你必须试试 正在台湾访问的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 也对中国的情况有大担忧 世界卫生组织也表示 中共提供的数据没有准确反映实际情况 要求中共提供可靠数据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伟张慈琳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